蒋欣大家都知道是一个非常耿直的新疆姑娘 她八岁就开始出演电视剧的小配角 之后蒋欣经过自己的努力又考上了河南艺术职业学校 在学校扎扎实实地学了几年演技 据说在学校期间蒋欣就是一个演技精湛的学生 总的来说蒋欣在学校学的东西还是颇多 为自己的演艺之路打下了结实的基础 就像张举重版的天龙八部 蒋欣出演穆满青 早期的活泼和后来的天真可爱把握得很到位 从1991年到2011年20年的时间 蒋欣参演的电视剧多达32部 确实因为角色都是配角和不讨人喜爱 并且角色本身就发挥的不够多 给观众的印象也不好 一直都红不起来 其实蒋欣人生真正的转折点是拍摄《甄嬛传》里面的华飞 然而这个角色也是她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的 花飞一角让蒋欣爆红 短短六年的时间她参演的电视剧基本都是重要的角色 让她有更多的机会展示自己 蒋欣说过自己不愿意被遣规则 其实不少人认为蒋欣之前不红主要是缺乏一个表现的舞台 还有一个就是蒋欣的性情 之前刘涛用五个字来评论蒋欣 情商特别低 刘涛说蒋欣在现场说一句话能让别人不高兴 但是自己还无所谓只要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 刘涛说她说我很二 其实她特别二 难怪外界传言俩人关系不怎么好 娱乐圈是一个很讲究人脉的地方 里面人人都是人精 蒋欣的过于耿直让很多人都不快乐 没有背景后台不愿意潜规则 以及情商算不上高 是蒋欣一直火不起来的追踪原因吧 4 9 9 10 感谢观看